我们继续用读经来向神敬拜 今天的经文在庭文台前书的第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同声来读 请 善于督导教会的长老 尤其是勤劳讲道教导人的 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 因为经上说 牛在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又说工人得工资是应当的 有控告长老的案件 非有两三个证人就不要受理 继续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使其余的人也有所惧怕 我在神基督耶稣和蒙拣选的天使面前 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 不可纯成见 做事也不可偏心 不可急于给人行按手礼 也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要保守自己纯洁 为了你的胃 又常患病 不要只喝水 要稍微喝点酒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 已先受审判的 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来 同样善行也有明显的 就是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这是神的话 请坐 我们继续今天我们的下半年的讲道的系列 我们一起要来查考给摩太前书的第五章 十七到二十五节 我最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对白 就是要找到好牧师不容易 但是要找到好同工也不容易 我想起以前在和两位想要全职 牧会的年轻人的对话 这两位都是以前我在另外教会侍奉中 他们长大的 在华人教会长大的二代华裔美国人 一个后来到了二代亚裔的教会侍奉 另外一个到了美国教会去牧会 他们都特别找我 作为当时教会的牧者之一 想跟我来讨论 在华人教会里面侍奉牧会 有什么些心得 他们有没有回答他们的一些的疑问 其中他们有一位的主要的考量 是神学立场 跟他们长大的这个华人教会有所不同 另外一个是考量自己 和华人教会的文化和决策方式 角度有所不同 所以两位先后都离开自己成长 信主的教会 之后到了非中国教会去侍奉 他们跟我在谈话的当中 都提到当时教会的长老 不管是长老他们在神学的立场 以及他们治理牧养 侍奉教会的角度和方式 他们也都把长老们看作是教会的指标 对他们衡量未来是否 神呼召他们继续在中国教会 在华人教会里面侍奉 来做一些这样的评断和考量 我想通常大家都会把长老 还有传道人看作是教会的代表性人物 因为他们在教会是负责教导 带领和牧养的领袖 那关键问题就来 到底长老与教会的关系是什么 教会应该如何对待神 在教会设立的长老们 这是今天保罗在这段经文 提摆在前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的重点 我们一起要在这里 要看到长老与教会有三个重要互动的关系 首先教会要敬重长老 再来教会要慎重地对待长老 最后长老要做教会的榜样 那我们一起首先来看 第一 教会要如何敬重长老 在我们今天的经文讲那种圣经 可以翻开第十七节 保罗说善于督导教会的长老 尤其是勤劳讲道教导人的 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 铁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二节 保罗也说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要敬重那些 在你们中间劳苦的 就是在主里面督导你们 劝戒你们的人 那保罗在今天的经文 这边的第五章十七节节目 在前书提到 说要加倍地敬奉 那这里首先这明显的提醒 就是教会对长老 牧者这样的领袖 要有起码的尊重 敬重 神给牧师长老们的呼召之一 就是要带领教会 这边提到督导 督导的意思包含了治理 引导 带领 长老应当给予教会 神要向前行的清楚方向 带领大家一起跟随神 但是在教会中 假如方向是一个人决定 说的算 可能就会落入前纲独断 一人强迫大家的危险 但是另一个极端 就是由所有人一起决定 那可能导致是混乱 无法整合各方不同的意见 这之间的平衡 就是透过让教会认真的领袖的群体 来带领教会 并且在关键的事上 注意弟兄姐妹的领受 所以在我们小时顿 中国教会的体制 我们是所谓的会众制 是我们教会 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委托长职会 来做许多的决策 并且 请牧师长老们寻求 并提出神要托付我们的愿景和方向 经过长职会的祷告评估 同意之后 最后由会友们以投票的方式 来印证牧师长老们的提名 或者是提案 不管是教会的愿景 新长老执事的人选 建堂的计划 案例牧师 每年的预算等等 都是走这道的程序 神在教会里面 设立了不同的领袖 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 圣经特别要提到 那些专注于讲道教导的人 那我们看到在提文台前书 在先前就已经提到 神要教会看重 神的话语的教导和学习 所以长老的资格之一 就是要善于教导 但是教导有不同的方式 而圣经在今天的经文 特别提醒 是有些长老牧者 是要专心负责传讲和教导神的话 十七节说 善于教导和教导的长老们 要得到加倍的敬奉 更多额外的敬重和尊敬 不是因为这些人 有什么过人之处 更不是因为他们 有什么了不起 而是因为神的话 配得我们尊重和敬重 所以讲道教导的人 需要被敬重 不是要吹捧他们 也不是他们就可以变成独裁 好像什么都不能违背他 因为下面之后的经文就提醒 长老牧师也是罪人 也会犯罪跌倒 他们不是神 有些教会会过分地吹捧 他们的牧者 好像教会是一个人建立的 有些走另一个极端 事情一不顺利 就容易批评教会的领袖 特别是牧者或者带领的长老 甚至有些教会想透过薪资清贫的方式 来促使传道人谦卑受苦 那这些极端的态度 从这边的经文给我们的提醒 就看到都不合一 保罗在原文里这边说 这个加倍的敬奉 他说是双倍的敬重 那在这里我们教会所使用的 和和本的修订版的翻译 其实蛮有道理 因为的确从上下文来看 敬重不只是尊敬的态度而已 似乎也包含了在财务薪资上面的供奉 十八节 因为经上说 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 又说工人得工资是应当的 所以中文和和本这边的翻译 把这个敬重翻成敬奉 我觉得这翻译是蛮全面的 敬重的一种表现是在工资上 教会付全时间传讲 教导神话语的传道人 长老薪水是理所当然 因为他们要花全时间来做神的事工 所以保罗他在十八节引用了圣经另外两处的经文 一个是生命纪的二十五章第四节 就是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 还有另外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七节 提到因为工人得工钱是应当的 所以提到长老牧师 特别是负责专心讲道教导的人 保罗马上联想到的是牛和工人 不是君王 不是领导 换句话说 要在教会全时间侍奉带领教导神话语的人 他必须努力认真 全力以赴 谦卑尽责 像工人 像牛在踹骨一样 而教会也应当供应 他在金钱财务上的需要 在旧约的时期 以色列人要供应祭司们的需要 这是神律法的规定 历代治下的三十一章第四节有特别提到 在新约保罗也有接受教会的供给 但也有的时候他自己制造帐篷为业谋生 今天的经文保罗特别提醒 服侍教会的人应该得到教会在生活上的供应照料 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说的九章十四节说 主也是这样命令 要传福音的人靠着福音养生 所以教会里的预算 有相当的部分是供应传道人和宣教士的需要 这是合理的 我们期待为主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教会能有更多的资源来扩展各样福音的事工 但是事工是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做 也需要合神心意的领袖的投入和带领 所以人事费在教会的预算里面一定也应该有相当的比例 身为教母同工的一员 我们非常感谢教会愿意供应我们的需要 让我们可以专心全心的侍奉神 传讲教导神的话 和大家一起同工 落实神给我们的愿情和呼召 你们忠心的奉献摆上 对我们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和提醒 我们必须要多做主公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 不是为钱 也不是为讨好人 教会敬重 供应 传道人 全职教导的长老 是理所当然 这是教会敬重长老的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方式 再来我们看到保罗要提醒教会 要慎重地对待长老 要慎重地对待长老 在今天经文的第十九到二十节 有控告长老的案件 非有两三个证人就不要受理 继续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使其余的人也有所惧怕 那这里我们提到的这个慎重 是在两个层面体现 一个是要保护长老传道人 另一个是要对付属灵领袖的罪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 因为撒旦攻击教会一种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攻击带领教会的长老传道人 要不然使他们犯罪跌倒 要不然让谣言诽谤广传 造成教会的不合纷争 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提到 他被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假教师 有不时的评断 耶稣也曾经被人批评 说他贪食好酒 甚至有人说耶稣是被鬼附身 靠着鬼王赶鬼 那这是撒旦一贯伎俩 所以教会就更应该慎重地处理 关于长老牧师传道人的控告和犯罪 教会有责任要查考任何针对领袖的控告 但是这个过程要严谨慎重 不能有任何的偏袒 一方面要避免不实的控告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 除非有两三个证人 起码有几个证人 这是从旧约以来就设立的起码的一个程序 但另一方面不能因为这些领袖 位高权重 好像会担忧 假如公开他们的犯罪 教会的名誉扫地 人数和奉献受到影响 以至于教会就刻意隐瞒 近几年 在美国 在世界其他地方 有许多福音机构和教会 面临最大的新闻 或者丑闻 就是某某领袖长期 他也许霸凌同工 或者性犯罪 婚外情 而机构教会 却多年隐瞒 或者不处理 不认为是事实 而导致伤害 持续的扩大 最后被揭发 不但神的仆人被责备 连教会机构的不慎重处理 或者不慎重的调查 纠正责备 也被大家 社会 诟病 圣经非常看重榜样的影响 所以当领袖 活在罪中 这就是保罗这边 二十一节说 继续犯罪的意思 他应当公开 在教会里被责备 教会的长老 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 提到保罗说 做教会的长老的资格 要无可指责 所以他要成为 弟兄姐妹的榜样 他犯罪 也必须成为 对教会的警告和提醒 保罗说要公开责备 使其余的人 有所惧怕 不要轮到一个光景 让人说 为什么不可以 牧师都这样 绝对不能偏袒 教会的领袖 所以我们教会 对长老们 特别是负责带领 教导 讲道的教母团队 有非常慎重的态度 这是为了教会的健康 神的荣耀 和我们教母自己 是生命的缘故 每一位教母同工 都有长老和其他的教母 彼此督折 提醒 作为传道人 我要对弟兄姐妹 和弟兄姐妹授权 委托的长职会 长老们交代 我们每两个月 要交事工报告 半年有一个自我的评估反省 年中有和直属 上司和长老们的工作表现的反馈 和评估 牧师长老们既要带领服事教会 也需要被提醒 甚至犯罪时被责备 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该有对牧长们的态度 慎重地面对指控 慎重地处理犯罪 好叫神的教会 敬畏神和神的话 所以教会不但要敬重长老 供应这些全时间 讲道教导神话语的长老传道 教会也要慎重地对待长老 最后我们刚刚有连带提到的 就是长老要成为教会的榜样 我们做父母的 通常都会要求孩子的老大 要做弟妹的榜样 所以当老大犯错时 我们的管教可能会相对更严 更迅速 身为老大的我 尤其在当时对这样特别的不满 现在身为人父 我比较能够体会这样子的做法 因为我们理解 其他的孩子也都在观察 同样的 作为教导带领神教会的长老牧者 也必须特别注意 生命的见证 在24到25节说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 已先受审判 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来 同样善行也有明显的 就是那不明显的 也不能隐藏 我们的神 祂是无所不知 无处不在 祂看透万事 见察人心 没有任何的罪 可以向祂隐藏 有些人的罪 非常明显 看他的生命中 就有罪 一连串的毁坏和后果 但有些人的罪 相对隐晦 他们可能外表敬虔 但内里无悔 甚至可能是教会自己的传道人 长老都有这样的可能 英国知名的圣公会的牧师 John Stott 约翰斯托德 他曾经这样说 他用这个所谓的一个冰山原则 来形容这个问题 他说一个人生命的十分之九 是隐藏 看不见的 有吸引力的性格 常有隐形的软弱 反观乏味的人 却常有未现的长处 我们一定要学会分辨外表与现实 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总结观察 是蛮有经验与智慧的 我们人都容易只看中 或是只看到外表 所以教会在选立领袖的过程中 就要更加慎重 因为他们必须无可指责 要成为教会的榜样 保罗在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 我在神 基督耶稣和蒙拣选的天使面前 嘱咐你 要遵守这些话 不可纯成见 做事也不可偏心 不可急于给人行 按手礼 也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要保守自己纯洁 保罗似乎在对提木泰 作为教会的年轻的牧者说 你绝对不能因为偏心 某一位教会的领袖 就不责备他的罪 你不能纵容这样的情况持续 也不可以偏心一个你喜欢欣赏的人 然后急着按理 这个不成熟的人成为长老牧者 我在以前 曾经碰到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和当时教会的长老们 当我们要在新的一年度 要提名新的长老的人选的时候 我们考虑到有几个人 几位弟兄 觉得他们在教会的确 不论是在侍奉 然后在他们的生命 一些见证上都有一定的成熟 那在考量 他们是否有符合圣经描写 长老该有的这样的条件 资格的时候 我们其中有一位 我们就有不同的一些的考量 就是他在教会 可以算是已经是德高望重 侍奉多年 非常地热心 与弟兄姐妹交好 然后名声也非常地不错 他家庭生活的见证 也都为人称道 但是在善于教导 这个作为长老 保罗特别提到该有的这个条件 资格这件事上 我和几位长老 对这一位弟兄 就觉得他可能在当时还不合适 我们也都想用各种的方法 因为知道教导有不同的层面 有些人可能是善于在讲台上这样子的讲道 有些人他可能比较习惯是在主日学上的这样的教导 或者是带领茶经 或者是个人的谈道 劝勉 门徒的训练 但是从我们各种的去理解 去观察 我们觉得这位弟兄 在这些的方面还并不明显 特别我们对他在对圣经的熟悉 对一些基本的一些真理神学上 我们觉得他还有一些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还不能客观地说是善于教导 所以我们觉得在当时那一年 我们暂时先不提名这位弟兄 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挣扎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对他有很大的期待 觉得假如要新的长老的人选 他绝对应该是合适的人 但是从我们牧者长老的评估 却觉得还不是时候 结果后来事后我们并没有提名 弟兄姐妹也都认证也同意接受 但是之后和这位弟兄 尤其是我和几位长老跟他的关系就明显 就不像以前的热露 我们就看见也就察觉到 他非常在意没有被提名 成为做长老的候选人 我们也理解他心中也许会有这样的一些的 当时可能有一些的失望 一些不愉快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这样的反应 也间接地印证我们觉得 他可能还不是合适做教会的长老 对我们几位牧师长老来讲 我们其实心中也有蛮大的难过 因为从个人的关系上 和他从此就这样子的冷淡 连见面都不打招呼 我们要跟他主动地交谈 他都避开不愿意 本来以前是一起同工 侍奉传福音去牧养 去计划的好弟兄好同工 但是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一起同工过 这样子的 或是甚至连交谈都不能 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 但是我们往回看 我们觉得我们能在神面前 我们的良心 我们能够对神 我们能够交账 我们能够交代 我们没有偏袒 我们没有为了维系个人的关系 为了不得罪一个人 而妥协的神清楚 在圣经上告诉我们 长老该有的资格 和长老该有的榜样 教会在选立这种 不管是传道人或是长老 在教会里要做榜样 做带领 教导神话语的领袖 这个过程中 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偏袒 有些时候 可能表面上 看起来是时间已经到 但是常常其实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印证 才能显明一个人的善行和罪 或者是他的成熟 与他到底符不符合神的标准 有些弟兄姐妹都是默默无闻的在服事人 对主忠心 他们不张扬 不炫耀 凡事只求别人的益处 做事为主而做 有些善行是隐藏的 只有神知道 但是感谢主 神自己会纪念祝福 您也许永远得不到众人公开的称赞和掌声 但是神有一天 要称你为他忠心良善的好仆人 您的奖赏是永恒的 是在天上的 所以不要灰心气馁 记得神看到 祂与你同在 您的福分是谁都不能拿去的 主耶稣 天父自己要报答你 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 祂自己也是如此 他对神顺服 忠心致死 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然后升他至高 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耶稣是您 是我的榜样 是我们的安慰 是你我的祝福 弟兄姐妹 我们的牧者 我们最好的长老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神透过在教会 设立长老 有一些他特别呼召 全时间专心祈祷 传道 传讲教导神的话语 并且督导带领教会 他们是神要祝福教会的一种管道 所以神也看重我们对他们的态度 假如今天神有预备允许 在教会里兴起更多的长老们 这是神给教会的祝福 我们要为此感恩 该敬重的 要敬重 该供应的 供应 同时我们也要慎重地 处理对这些领袖们的指控 不要随意地听信谣言 但要查验 如果真有犯罪 需要责备来警戒教会 因为神要长老牧者们 做教会的榜样 圣洁行善 被主使用来带领建造教会 所以让我们一起共勉 使我们的教会不断在案例 长老牧者和对待属灵领袖的事上 慎重 敬重 有神的智慧和话语 做我们的准则 这是神给教会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这是你的教会 你有你自己的设计 你的期待 你的标准 你的做法 你的准则 主 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学习来明白 求你帮助我们教会 能够知道如何 能够正确地 影持着你话语的提醒 来处理 来面对 来对待 你在我们当中所案例的长老们 主 我们为他们向你感恩 谢谢你 谢谢你 鼓招装备他们 来侍奉带领我们 而且要成为我们的榜样 求你真的是 求你真的是兼顾他们的信心 保守他们的生命见证 主能够真的 在人前人后 他们能够圣洁 尽潜 能够在一切的事上 认定 认定 依靠你 主 求你祝福使用他们 愿他们的侍奉 他们的教导 主 他们的提醒 带领 他们的督则 使我们教会 能够受益 能够知道你的心意 并且能够来 一起来侍奉 来跟随你 求你在 这案例 选例 教会的长老 传道人的过程上 不断地帮助我们 能够有智慧 能够寻求你的心意 求你也祝福 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 主能够荣耀你 主 若是有做得不妥 主 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偏袒 主 我们有做得不全面 主 甚至是违背你心意的 求你赦免 求你提醒我们 求你在这一切的事上 求你兼顾你的教会 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的圣明祈求 阿们